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即將結束 黑暴力量和外國勢力大合唱攜手抹黑 無巧不成話 外國再次掀起暢淡香港的風潮 外國傳媒專家紛紛拋出香港經濟已死的歪論 對於這種巧合 身為財經節目主持的蔡康蓮這樣看 大家好 我是蔡康蓮 對於23條立法本人是全力的支持 因為大家看到雖然我們現在有國安法 社會上很多穩定的狀況大家看到的 但是暗地裡和在外邊的傳媒 很多抹黑香港的事情是不斷發生 尤其是我做財經節目 你看到很多外國的傳媒機構 他們不停說香港的經濟好不行 中國的經濟好不行 甚至連澳門都說經濟擺入負面的觀察名單 這些簡直是完全是令到大家覺得難以想像的 一個地方大家在過年過節 聖誕農曆新年的消費力這麼強的地方 竟然說那個地方經濟不行 這些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另一方面也都看到大家不停說 香港如果有了23條立法之後 在外國人的眼中就是香港人沒有了自由 但是我身邊想和其他朋友都一起研究過這個課題 在2019年我們才是真的沒有自由 我出街是怕被人封路 我說要是支持特區政府怕會被人打 當時在這麼難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安然度過 來到2024年現在是2月 下個星期就是2月28日 希望我們立法的諮詢完成之後 立法會的各位尊貴的議員可以盡快成功立法 然後還香港一個安靜和平穩的階段 平時我做工作的時候 都有參加很多不同的捉走儀式 聽過很多詩儀說 捉香港繁榮安定 但我最深的體會 原來香港要有穩定才可以繁榮 希望23條成功立法之後 香港從此穩定下來 所有抹黑香港的言論是一掃而空 真金不怕紅爐火 香港人自強不適 為我們自己香港 為祖國的未來更加繁榮昌盛 一起努力 我很相信我們身為中國人 有一天會和所有身邊其他不同國家值的朋友說 我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那對於23條立法之後 我會覺得香港的股市和香港的經濟 應該是好像一條龍一樣 飛上去一個新的台階 但事實上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我們見到的問題不只是香港問題 因為全世界都是在2024年要面對經濟衰退的大問題 在疫情的時候 無論是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府 已經印了很多錢 正所謂出得利行 遲早要還 現在在這個時間 當美國連續11次加息之後 做了這麼多收水的步伐 股市下跌是理所當然 但是過往本年我們見到 美股和日股可以不停創新高 亦都是令人拋頭 結果剛剛在早兩個星期日本出了一個數據 就告訴大家 日本是經濟衰退 是踏入技術上經濟衰退 一個經濟衰退的國家 股市可以創33年的新高 你說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要是經濟有問題 要是股市有問題 那當中一定一個是有對 一個是有錯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的股票 很多人就說恆生指數很低 甚至乎低過1997年的水平 但是我很相信 在只有8倍的恆生指數 這個市盈率底下 香港跌得有幾多 因為如果你在生活在香港 你會知道香港的經濟是怎樣 你去過深圳消費的話 知道國內的同胞的消費能力又是怎樣 我們眼見為真 多謝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 繼續自強不息 不要讓別人唱衰你 就說自己衰 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幾斤兩 真金不白紅露火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部 幫我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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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